华为不怕远真能万税千山之弹险 就在刚刚华为向城市街最顶尖的黑客发出了邀请 这些黑客将起居欧洲的德国慕尼黑 对华为的鸿门系统发起攻击寻求安全漏洞 这是华为吹响的集结号 让城市街的黑客为华为寻找漏洞 这是一次云局全球的智慧的大活动 也是华为鸿门系统走向成熟安全必不可少的一步 也是向全世界暂时华为鸿门系统安全的关键 这也是大反击意味着华为即将退出鸿门系统 这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全球测试 如果鸿门系统证明了足够的安全 可能就会顺势退出 如果被全球顶尖的黑客寻找到了黑洞 也可以修复之后再退出 这是华为全球黑客寻找安全漏洞大会 一旦黑客寻找到了安全漏洞 将会获得华为给予的一笔奖金 而且奖金很丰厚 以华为的大手笔 这笔篮会吸引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人员积极参与 因此对华为鸿门系统的网上将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现在华为将鸿门系统的安全性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为一旦要推出鸿门系统 必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好的开头成功了一半 而一旦开头失败将万事艰难 要知道明天三月华为将推出搭载鸿门系统的手机 意味着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 必须确保鸿门系统没有大的安全漏洞 必须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除了占助自己的工程师的力量 还要借助全球技术工程师的力量 因为之前苹果也邀请过全球的黑客测试自己的系统 还有谷歌也邀请过全球黑客测试自己的超轴系统 这些黑客肯定经验丰富 华为可以借鉴和利用这些人的经验 确保鸿门系统万无一失 现在华为集中了约一万名工程师 几乎没绿没月地在开发万上鸿门系统 这是华为全面自主化的最后一步 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华为的员工正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这种精神值得国伦尊敬 当然这个时候举行全球黑客寻找安全漏洞大会 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含义 这将是华为浒门系统向全世界做的一支广告 除了能够玩上浒门系统外 连烂全世界都知道华为浒门系统即将推出 而且浒门系统坚守了全球最顶尖的黑客的检验 是值得信赖的系统 这种广告效应是无比巨大的 现在的华为在5G方面已经全球连先 不管特朗普怎么打压 华为的5G同出货量 仍然远远地排占世界第一 而且喜欢国家并不希望在5G领域将华为排出债外 因为这意味着 自觉于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并使自己的5G系统建设成本非常高 欧洲现在经济不仅其 也需要通过投掷5G拉动经济增长 这个时候他们是选择华为 还是选择美国根本靠不住的5G技术呢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他们毫无疑问会选择华为 在芯片领域特朗普给华为的断供 并没有影响到华为的芯片追逐 华为十几年前就大力研发芯片 投入了上千亿的资金 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 可以说现在华为的芯片设计技术已经是全球领先 不会依赖美国一旦芯片技术中国制住了 对中国的科技和科技供应链的推动是无比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毕竟中国每年进口芯片超过三千亿美元 超过了石油进口 而华为就是推动中国科技工业连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无具芯片技术成为全球领先之后 无一限下的就是操作系统 一旦把这个板块给补上 那么华为和中国将真正的屹立于全世界的科技之巅 甚至实现了科技独立和科技全业产业化 在这个时候华为肯定是将火门系统的开发和完善 当着解放军战争中的渡将战役 一旦这个战役完成 华为就从美国的包围中全面的突围了 而不是一个点一个面的突围 是真正的全面大突围 是务必争奋人心的时刻 华为一家中国共识 在5G芯片操作系统上达最顶尖的技术领域 全面抗衡特朗普和美国的打压 这在全世界科技史和经济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种奇迹发生在华为身上 难能振奋难能生失 要是中国多几个华为这样的共识 中国的强大将无敌于世界 我们应该为华为感到骄傲 我们应该对华为表示感恩 顺光漫道真卢铁 俄金脉步从头月 长山卢还缠越卢水 任正非从实施山水开始被迫穿业 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 把公司从一个倒卖交换机的二道贩子 做成了通信行业春秋第一 而这背后不得不说的是他一直兴奋的危机雪 2001年任正非写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 另能可见的是在华为2000年销售额达到220亿元 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 据全国电制百强所谓的时候 任正非打趟危机和失败确实发了慎性 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 对成功视而不见 也没有什么荣誉感之好感 而是危机感 近几年华为在收集市场的表现非常突出 不少人都对华为充满期待 觉得总有一天华为一定能够打败苹果删心 但在一次内部会议中 任正非却警告华为员工 一号谁要说再灭掉苹果干掉删心 说一次就罚100元 因为在他眼里 华为永远没有达到可以挑战他们的底部 类似的话语只会置身人工的骄傲 方而不利于华为的发展 今年随着美国分杀华为升级 谷歌英特尔高通想起中断与华为合作 任正非能表现得云淡风轻 因为从十几年前 他就为此危机做好了准备 早早地就开始组织团队 进行芯片的制度研发与技术升级 所以美国的粉砂并不能够击溃华为 反而激起了华为的斗志 时期更加凝聚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任正非的举案示威 才让华为避免了一次迟的危机 成为了如今的通行巨头 今天国产手机已经完成了追赶 甚至在某些层面碾压苹果伤心 我们值得骄傲 因为在背后是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华为 是无数国人磨礼同心 埋头苦干的结果 但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危机师傅的世界 谁都没有资格在昨天的龙观中反双警惕 科技远远迭代 舞台上的主角就不会断根 苹果正能手机从引领全球到被人围攻拉下神探 不到十年就可以周旺一个圣机而衰的故事 这个时代运运不缺这样的故事 何况苹果这首巨轮已经重新扬翻起发 超声息的预念一场绝地反击 甚至是一场直播革命 今天的华为惊艳全球 只是周旺了一个开端 更大的挑战已经来临 在暗夜里有无数的对手准备反击 当然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依然要相信 华为等中国企业可以完成叠变 因令下一个十年科技强国任重到远 华为加油 中国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